大家好,我是小米的俊姿 我是台灣小米的測試工程師 大家好,今天我要去搭介紹我們新發布的小米Pocophone F1 這支手機呢,我感覺我使用了兩個月之後發現它是一個非常流暢的手機 而且不然你買什麼坦克對決啊,或是吃雞遊戲啊,都非常的好玩,非常的好用 它也不會因此而玩久呢,你也要只能用於一個別人的技術在裡面 所以怎麼玩呢,你都不會因此而變卡變盾 手機呢,它背後是使用塑膠殼的設計 那它鏡頭呢,使用兩個雙鏡頭的設計 一個是現代版的像素,它是使用Sony的MX363的鏡頭 它也有AI的辨識功能 我們可以辨識25個標籤,然後206種場景 它那鏡頭是使用一個Sony的鏡頭,它是不版本像素的 那它雖然沒有什麼一些像那種影棚光效功能,然後什麼功能 但是它一般的拍照非常的好 我剛才是拍... 它沒有結構光是嗎? 對,應該說它沒有那種影棚光效 就是說你拍了之後呢,你可以調配那個整個特效 像米巴里那種,就是可能有些影子之類的 然後我剛用它的拍101啊,它的效果非常的棒 再來看一下我剛剛拍的照片 嗯,真的不錯 來 這是主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然後呢,我又是一張用前置拍的效果 可以看一下 嗯 除了相機之外呢,我們還有一個新的APP的介面設定 我們第一個為了Poco而做出一個APP抽屜 你往上拉開來看到很多圖 很多人在裡面 而且啊,這個抽屜啊 它可以自動幫你分類你的APP 而且啊,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新的功能就是可以透過顏色來分類 像是綠色啊,就跑出來像是什麼 呃,電話啊 然後紅色就是出現YouTube啊 黑色的話就是像是相機之類的 而且啊,我們這手機呢 我們會在2018年的第四季 四季到Android P系列 哦,直接到了9嗎? 對,10.0 它還有支援台灣的三家電信商的Volting跟VR Wi-Fi 它還有支援的Volting是有中華、遠船、台灣之星 其實台科大跟亞太可以使用 另外呢,它的VR Wi-Fi呢 有支援中華、遠船跟亞太都有支援 它的四季組合呢,就只有一個 變三大變三,沒了 可是它有台灣全品嗎? 有,哦,少700而已 好,那它有NFC嗎? 沒有 好,那你再幫我附送一次它的規格跟價格 嗯,骁龍85的處理器 使用6G的記憶體 普通空間是AUDA128G 而且它還可以支援機卡過充256G 它電量呢,是四季大電量 然後它螢幕呢,是6.18吋的大螢幕 而且呢,它有支援冷鏈解鎖 是使用一個紅外線冷鏈解鎖的電視方式 所以在黑夜裡呢,依然可以解鎖 那它的價格呢? 價格是10999 那哪邊買得到呢? 9月15號在靜益威秀的小米之家 首發,全台首發 只有在這邊買得到對不對? 對,三天 那之後會在網站上賣嗎? 會會,在下週二還買 OKOK 好,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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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